好,那我們這個主題是要談所謂的潮狀回圈 那在上一個主題有談到C-sharp的回圈裡面有for,wire,dowire 那當然還有一個叫for each 這個for each我們稍後才會再談 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說像for 那裡面還可以再有一個for,像這樣的一個for回圈,裡面還有一個for回圈 那這樣的話呢,就是有點像if else一樣 這有一個叫做,名詞叫做潮狀回圈 nested的for loop 那這個潮狀回圈呢,基本上的語法就是低層的for 它有一些其實條件,中止條件 然後有一些它的遞增的乘數式 那接下來用一個大括話刮起來 裡面可以有一些指令,一些乘數式 那如果說你在這個for裡面呢,還要再繼續做一個回圈的話 那麼你可以在這邊再繼續寫一個for loop 一樣給它起始條件,中止條件,還有一些遞增的乘數式 OK,這樣的話就完成了這個潮狀回圈 那這樣這個是兩層嘛 當然如果需要的話你可以三層,四層,五層 好,那 wire跟dowire一樣可以做這個 潮狀的這個回圈 那語法一樣,就是在整個wire裡面呢 你可以再設定一個wire 那dowire裡面呢,你也可以再設定一個dowire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比方說外圈是wire,內圈是for 就是這三種回圈呢,你可以 外圈跟內圈呢,可以不同的搭配組合 好,那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其實經常是被用來做這種兩層 這個潮狀回圈的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就是做這個99乘法表 那99乘法表的話,我們知道說它都是1乘到9 好,1到9 它每一個呢都有這個9個不同的數字 看一下 好,這就是99乘法表 這一個,第一個呢都是1 然後呢,1跟9這樣搭配 然後接下來2,2再從1乘到9 所以,這個每一種數字呢 1到9每個數字呢,都會互相搭配到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做一個99乘法表 就用for,雙層的for loop來實現這個99乘法表 那,這個最外圈呢,我們可以看一下 最外圈呢,就是123456789 然後,第一個數字,就是由最外圈的控制 然後呢,這個最內圈呢,都是同一個數字 同一個數字 OK 那,接下來呢,是我們要做一個列印的動作 那麼,這個列印的動作呢,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0呢,就是把這個inner呢,送到這個位置來 然後,1呢,這個outer呢,送到這個位置來 然後,inner乘以outer的結果呢,送到這個地方來 那,後面多了一個2,這個2是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如果你算出來的數字是2,是3好的 那,我列印的時候呢,我就會有兩格 2的話,就是說,我會有兩格 然後,呃,這個數字呢,會往最右邊 好,靠 那,所以呢,基本上呢,那個2就是為了要做對齊的動作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2格 OK 這個也是2格 然後,這裡也是2格 然後,看一下哈 這個是2格 然後,這個10呢,也占了2格 那,這個是為了說 這個,這個跟這個2格呢,是為了說我 像這個數字跟它不要接在一起 然後呢,這裡設定2格的話,是要向右對齊 OK 那,當然,如果你這裡改成3的話 好,那就是,這個1的這個數字呢 它就會有一個3格 好,比方說它得到的數字是1 那它就會,1就寫成,就是印成這樣子 好,前面會空2格 OK 好,所以這是一種格式化的輸出 好,那這個是,呃,這個最後的一個結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數字,那個 這個程式的狀況 先把它開啟的這個Program檔 先把它delete掉 然後加入我們的 範例程式的 2-10 這就是一個99乘法表 這個就是圖表表 這裡就是我們所謂的for迴圈 我們一樣來做一個 debug 跑一次讓大家稍微有一點印象 要看的話呢 我們盡可能的設定一個 在watch這個視窗 然後去把你要看的變數 把它放上去 outer inner 這個指令告訴我們 outer 它的其實條件是1 然後呢一直到9 超過10的話它才會截止 然後outer每次加1 所以 outer現在變成1了 那因為1小於9 所以條件成立它就跳到這個for loop這邊來 那inner呢現在也是 1變成1 那因為成立 所以它會跳到這邊來 ok 跳到這邊來 那這個是 這三行呢 它是我的common 就是我們的這個註解 那註解的話它可以連到這個網頁 你可以看一下說 關於這個參數的這個對齊 這個2 它到底它的觀念是什麼 你可以在這邊看 好 然後呢 它這是寫出來 那只有write沒有nine就是它沒有換行 ok 所以 這個 印出來就印出 1乘1等於1 好 接下來呢 因為我的inner是1 所以這個look還沒有跑完 好 現在inner變2 好 繼續write 好 這個write完之後 是不是變成2乘1 好 為什麼是2乘1呢 因為我這裡是inner嘛 對不對 好 我這裡是inner 所以 第一個位置 放的是inner這個變數 那變數現在是2嘛 所以這是2乘1等於2 好 再來inner變3 好 一樣 ok 3乘1等於3 好 4乘1等於4 好 讓它跑完 好 現在inner一定到8 好 下一步就是9了 這到8了 ok 然後下一步到9 好 再來呢 inner就變10 那10呢 就超出了這一個條件 所以它會跳出來 好 跳出來之後呢 我們換行 write9就是換行 ok 所以當你換行的時候 這個優標就移到這邊來 好 那inner跑完之後呢 它就會上去outer這邊 好 所以outer本來是1 現在變成2 因為加1之後它變成2 好 然後呢 進來之後呢 inner本來是已經到10了 可是呢 我又要從頭開始跑 所以 inner呢 它又等於1 它又從1開始跑 ok 所以 這裡印出來呢 就會印出1乘2等於2 ok 好 然後3 繼續 好 5 6 6 6 好 一樣 ok 所以 印完之後又換行 好 那依此類推呢 就可以把整個救助懲罰表 把它印出來 好 先把中段點設在這裡 然後按Continue 它就把for跑完了 ok 所以for回圈 就可以得到一個救助懲罰表 那接下來 wire回圈呢 用同樣的方法 我呢 因為我在for裡面 它可以設定起始條件 可是呢 wire它只有這個 終始條件而已 對不對 所以我的初始條件要寫在這裡 outer一開始等於1 然後呢 這個是內圈 內圈也是一樣 它的起始條件也是從1開始 終始條件是小等於9 ok 然後一樣 去印出來 印出來 那接下來 這個inner加加呢 就是把這個inner呢 從1變成2 那fire的話 要寫 for不用寫 是因為它在這裡有一個 這個遞增的 所以呢 這一行 其實就是這一行 然後inner呢 就是這一行 ok 所以基本上呢 fire loop呢 你要再 自己去寫一下這個起始條件 還有累加條件 那因為它 fire這個括號裡面呢 只有一個 就是中指條件 這是fire跟for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同樣的呢 我們把中間點設在這裡 然後按 continue 那它就做完了 ok 那do loop dofire也是一樣 dofire 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這個就是 所謂的潮狀迴捐 的一個 介紹 2 0 1 3 0 1 3 1 1 0 2 1 1 感谢观看